中共宣布4月4号对中共病毒中病亡的同胞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 网银国际所代理的线上游戏《剑侠奇缘3》免费版配合中共的政策 也宣布临时停机为货 但在游戏回复后 有玩家在游戏中投论该如何称呼中共病毒的话题时 有人提出中国武汉肺炎等字眼被中国玩家截图后举报 中国线上游戏厂商西山居游戏 为此封锁众多台湾玩家的账号 更有玩家被封号十年 5号凌晨 网银国际发声明说 原厂规范不和台湾既有的言论环境 我们不惜终止合约 停止与中国厂商的任何商务合作 最终双方终止了合作 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台湾玩家相当错愕 但也倍感欣慰 纷纷称赞网银国际 没有下跪真的是太好了 网银国际还有什么游戏要以行动支持网银 我觉得网银国际这个公司虽然是个商业公司 但它能够坚守言论自由的价值观 宁肯去遭受绝大的商业损失 也不愿去与这种封杀言论的商家合作 难能可贵 杨真卿说 中共最初也称中共病毒是武汉肺炎 后来它为了洗白自己是病毒源头的事实 它禁止人们使用这样的称呼 游戏公司因为玩家的言论 就是封号禁言的做法 和中共通知下长期的言论管控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人人自为人人自我审查 在中国的公司 那它就会按照中共政府的要求和精神去做 这是企业能够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杨真卿表示近几年中共的言论管控 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严重地侵蚀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 希望能有更多的商家站出来抵制中共 新唐人记者长春里运李佩玲采访报道